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几页几张的 然后有几台 那这个说法 那第二个部分会学到有几个人 这个说法都是跟数字有关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刚才这个学的这个四个东西再加上动字 一起搭配在一个句子里用 最后呢 第四个部分就是 也有点很多的信息 年 月 周 日 时间 然后次数会涉及到 所以今天的到底全部要讲什么 就是主要跟数字有关的信息 我们会多涉及到 我最好是给他讲个故事呀 这样子能容易 是吧 学习 最好不是死背 好 那我们开始 第一个部分 首先是什么什么有几个 好 苹果是吧 苹果日语怎么说呢 林檔 外来语叫Apple 但是水果的苹果就用日语的来说 林檔 好 普通的说法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试课的时候觉得 有苹果 林檔 があります 林檔 があります 我们现在说 苹果有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 一つ 一つ 这是数字的数法 林檔 が一つ あります 都是例外的 有两个呢 假设 リンゴが二つあります リンゴが二つあります 三个 リンゴが三つあります 三つあります 好 我们这个说法是吧 几个这个需要系统的看一下了 好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吧 好 我专门准备了一个这个表格 啊 我们不能全部讲会混乱 一个一个来是吧 首先还记得这个普通的数字的说法 我们先一起复习过一遍啊 从一到十 从这边啊 一 二 三 四 有两个 记得吗 一个是四 一个是四 好 五六七 一起来 五 六 七 有两个 一个是七 一个是七 八呢 很简单 八 九 有两个还记得吗 九 和九 十 九 好 这是普通的数字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 几个的说法了 好 看最这个左边啊 一个到十 你看我用灰色来标的都是例外的 啊 我们一起看啊 一 叫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六 都是也是例外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这只能背了啊 因为特别特殊的例外 考试经常会涉及到的 七呢 七 七 八 八 八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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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呢 十 没有 字了 完全也是例外 好 那这我们问一下一问句 怎么办呢 有几个 い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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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那么后边要加个什么呢 有 的东西 没有生命体的东西 有点小字 能干 ありますか いく 比方说 苹果都说了 我们就不用了 我们用个冰淇淋有几个 对吧 有冰淇淋有几个 有6个 怎么说 假如 要看了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 不是六了 六 是吧 这考试一定会考这个 一定要说六 不能说六 6 a ice cream 有6个 6 6 8 Po kaban 啊 也问一下 kaban が 有几个 いく Ts kaban が いくつありますか 有 8个 8个 kaban が 8つあります kaban が 8つあります 好 稍微难一点 啊 这个是什么 胶部对吧 塑料的那個膠布 叫日語膠 一定記住 セロハンテープ セロハンテープがいくつありますか? セロハンテープがいくつありますか? 有9個 セロハンテープが9つあります 9つあります 好 剩下自己練 這是個電池 電池是要電池 自己練一下幾次ありますか? 然後各個練一下 我就不多說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部分的 第二個 這個數字 第二個是幾頁 幾張的手 有幾頁幾張 怎麼辦呢? 比方說這是什麼? 切手 不是把手切了 切手的意思就是 我給大家畫個圖 就是專門問了 きて 什麼?きて 叫郵票 郵票 きて 這個郵票當然是幾張吧 中文也是日本叫 まい這個張 まい 好 這個郵票有十張怎麼說呢? 一起來 這很簡單 全都是數字的數法 我們就簡單過一下 きてが じゅうまいあります まい是張的意思 きてが じゅうまいあります 好 有這個郵票呢 當然有這個信封 信封怎麼說呢? 這個 ふう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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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封 信封有七張 七個 ふうとうがななまいあります ふうとうがななまいあります 都是數字數法 好 那關於這個切的有相關的 還有一個單詞叫切腹 きっぷ きっぷ 這能想像嗎?大家きっぷ是什麼? きっぷ 翻譯中中文就是火車票 火車票 日本的火車票是這麼小的 這麼小 不像中國那種卡 日本這麼小 隨便放進去 這種 きっぷが9張 9枚あります きっぷが9枚あります 好 我們需要幾張的系統看一下 數字了 好 這個部分 對吧 簡單過一下都是數字數法 一起來 從第一到十張 第一張到十張 一枚 二枚 三枚 三枚 四枚 五枚 六枚 六枚 七枚 七枚 一般不說七枚 聲音不太好聽 順的就是七枚 七枚 八枚 九枚是第十張 十枚 十枚 好 英文就怎麼問 何枚 何枚ありますか 何枚ありますか 啊 襯衫 幾張 那襯衫一般日本用這個 枚 襯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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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枚ありますか 有六張 襯衫 普通的數字數法 六枚あります 襯衫 六枚あります 好 這是カード 我們不記得 啊 比方說CD 有幾張 CDが何枚ありますか CDが 八枚あります CDが八枚あります 好 當然這個紙 普通的紙也可以說幾頁 也可以用這個 紙叫 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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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何枚ありますか 紙が何枚ありますか 有 一枚 紙が一枚あります 紙が一枚あります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 就是數字 有幾台 是吧 有幾台 比方說一般電視有幾台 怎麼說 電視有一台 電視是テレビ テレビが台 你看漢字一模一樣 是吧 大 大 テレビが一台あります 全沒有例外 全是數字 普通數字的說法 電視有一台 我們一起來 テレビが一台あります テレビが一台あります 車 是吧 車也可以說台 車有五台 啊 就直接過了 車が五台あります 車が五台あります 電腦有三台 パソコン 是吧 コンピュータ 是計算機 這種電腦 我們平常人可以用的 パソコン personal computer パソコン そうだ パソコンが三台あります パソコンが三台あります 很簡單 所以 詳細的稍微看一下 最右邊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起讀一下 從一台到十台 數字數法 一台 二台 三台 四台 四台 五六七 五台 六台 七台 八九十 八台 九台 九台 十台 問的時候怎麼辦 是吧 一樣的 是吧 何台 何台 何台ですか 何台ですか 比方說自行車也可以說幾台吧 自行車有幾台 自行車有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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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有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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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缩短叫携带 携带就是手机的意思 那手机有几台呢 怎么说 携带が何台ありますか 携带が何台ありますか 有五台 携带が五台あります 携带が五台あります 看一下还有没有 我们没学到的刚才 还有个对照相机 英语一样是吧 camera变成日语 カメラ 一起问一下 カメラが何台ありますか カメラが何台ありますか 好 有七台 カメラが不要说七台 要说七台 七台比较顺 カメラが七台あります カメラが七台あります 好 以上就是关于数字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学到了几个 然后学到了几章几页 是吧 然后刚才的几台 好 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